一个前端的表单,这个表单非常简单,就是请输入姓名 等到输入姓名之后,我的另外一个PHP的网页 它能够接收到,比如说我输入一个名称AA,送出之后 它这个地方接收到,并且把它放到后面,大概是这样的逻辑 特别注意,刚刚的,实际上是两个网页 一个网页是htm,是这个网页,名称叫php底线form1.htm 按送出之后的话,它会丢给另外一个,一样的名称 但是副档名是.php,去接收到它丢过来的username 它的username的名称叫AA,所以把它显示出来 这个是有点像打棒球接球一样,我丢过去另外一个要接到,不能漏接 那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两个画面做出来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是一个html 丢过来接到是一个php,两个网页 这个是一个基本观念 在php里面用最多的,就是这两个东西 那我们要怎么产生 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一样,你们就开启新的网页 我看我这边,这两个先删掉 删掉很简单,按比例成就可以了,把它删掉 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把它关掉 第一个,开一个新的档案 那特别注意,前面是一个表单 请注意一下,第一个请各位找 不是php,第一个请你用html就可以了 html,标准的前面的表单是html,按建立 建立完之后的话,接下来各位可以看到 你干脆直接先存档,先开档,然后直接存档 存档的名称的话,直接呢,就是叫做 我们叫php,底线好了 然后名称的话就叫做form,form1好了 那副档名的话是.html 我干脆把它改成所有档案,自己加好了 副档名就是.html 那这个是一个网页的档,按储存 那我们的需求是这样 我们希望,在这边 我把body跟body中间 这边有没有 直接,让你这边如果要自己打程式 恐怕有点困难 那在JuneWeaver里面,它有一些 可以让你不需要写程式的 直接切到这边 另外一边,记得用分割 然后第一步,因为我需要插入一个表单 因为表单才能接收东西 所以,特别注意 在这个是传统模式的上面有个面板 请你找到表单 表单的第一个,就是插入一个表单 请你在这边先插入一个表单 那插入表单之后,它有什么状态呢? 会有一个,有没有,红色的虚线 那在程式里面,你可以看到有没有 它这边会显示出 它这个是自己帮你加上去的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插入表单之后 下方的面板会有一个方法 那我们用get好了 那你想说get跟post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如果我传递过去 上面会看到那个网址 有传递一些参数的话 那就get 那如果用post上面就不会 那再来的话呢 动作部分 也就是说,你将来 这个网页会丢给哪一个PHP程式 帮你处理 那你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那个网页还没出现 不过我可以先打上去 一样的名称叫PHP底线 form1 副档名就是.php 特别注意,表单可以是htm 但是,程式的部分 就是接收的程式部分 一定是要PHP OK,那我们就直接怎么样 这边就直接把它存档一下 先把它save一下 那储存 但是还没做完嘛 那我们在这里 就是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方块 让它输入嘛 所以前面的话呢 打几个字 就是请输入 比如说让它什么 请输入姓名好了 冒号 再来的话 需要给它一个格子 那格子是这样 直接从表单这边 特别注意 刚刚是用第一个 请你找到第二个 文字栏位 然后ID的话 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username username 这个名称的话 特别注意很重要 username 因为等一下接收就靠它了 所以username 按一个确定就可以了 ID部分打就可以了 其他不用打 按确定 好,再来后面 再加一个按钮 按钮在哪里 在12一直往中间的地方 有没有看到一个按钮 按下去就对了 然后要不要ID标签不用 按确定就好了 好 这样子 我们就写完了 写完了 写完了 这个我们要的结果 特别注意 那我再检查一下 这边 其他的部分 动作 那写完之后的话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就是我要如何 可以把这个画面 填一个东西 让另外一个PHP可以接收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试一下 那边说 我把重点再提示一下 开一个新的网页htm 然后利用上面的表单 在文字栏位 再一个按钮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